而假消息 我們要來看到很多愛美的人 對於臉部肌膚很講究 網路上最近就流傳 鹽巴具有殺菌的效果 說最好用鹽水來洗臉 可以治療痘痘控油 甚至還有人為了把肌膚 養成是不容易長痘痘的體質 就用醋加水來洗臉 但是皮膚科醫師聽到猛搖頭 說你不管是用鹽 用醋都不可能達到 這個所謂你想預期的期待 反而是會有反效果的 來看華視打假特攻隊 還有人不是用鹽巴塗臉 這樣的極端手法 但卻把鹽巴加入清水中洗臉 網路上就盛傳 鹽水洗臉可以消炎殺菌 對痘痘有一定的治療效果 還說鹽巴可以去汁控油 用鹽水洗臉可以去面部油脂 減少油脂分泌 甚至還可以淡化色斑 治療面部疾病 真的那麼神嗎 另外網路還盛傳 乾性肌膚以蜂蜜加水洗臉 能保濕甚至回春 至於在水中加醋洗臉 可以改變皮膚酸鹼質 不易長痘痘的傳言 醫生說根本就是無稽之痰 不管是用鹽或是醋 都具有刺激性 若碰上臉上有傷口 都容易造成過敏紅腫 想保護好肌膚 用成分簡單的清潔劑 搭配上清水洗滌即可 才不會弄巧沉著 華視新聞 三邊理事件 臺北報導